每一個人都同意 可是我們最後會尊重那個知名的人 就是誰寫的一件文章 然後當這個概念掛編輯部的時候 就是只有兩種可能 一種可能是 如果我掛記者的名字 他會傷害到這個年輕的體格 因為你要罵人 所以如果掛那個人的名字的話 他其實出去會很難採訪 所以這時候我又用編輯部的名字 就有點防護他 這是第一種狀況 那第二種狀況是說 這個爭議其實還沒有被解決 可是我們又希望他可以被拋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有編輯部的名字 所以我們很難保證 每一篇文章都是迫爆其理的 通常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大部分做還是都這樣 但是當這個記者這樣寫以後 如果不同意的話 別的記者會在別的地方 寫另外一個東西回應他那 可是不是下一期可能就隔幾期 這帶著我們一貫的想事情的方式 就是 我覺得 因為我們 我覺得我很難讓 一個東西變成是 破爆 共同決定 因為如果我這樣講的話 其實很不成熟 因為如果我要說有一個 東西是破爆了共同決定 那就是我的決定 因為 因為我要一直這樣要求 他們就一定會順我的意思 所以我其實太人會這樣講 因為我只能說 如果破爆有很多東西 其實就是 東西不是我做的 是我要負擔最後的責任 我不知道這樣講 會不會有點偷掉 他就很真實 就是 破爆從來沒有統一過 我如果說破爆可以有一個提議的意思 那其實就是我的意思 因為這樣 就沒有那個意義 所以 你們的東西 那就是有點分裂 這種方式 如果你是要問小兒親的那一集的話 那一集是我的 就是我 我規定他們要跟實習生合作一個題目出來 等於因為那時候我人不在台灣 所以他們做出來我也不知道 大概也知道 我舉了很多例子 譬如說 國外怎麼樣要看待這些事情 說 聊國人怎樣改變 聊國人跟社會運動的關係是什麼 其實國外有非常多好的例子 可以討論 然後 為什麼我們現在這麼多人會喜歡那種 像張璇或是陳吉的那種Style 這是可以討論的對不對 或者你像 我們想想看所有的雜誌 都越來越行商練習 像Gigs 有沒有看到 全部都很薄 然後一定有米色的紙 然後 還輕輕的 然後自己一行不能太多紙 很輕 很light 很 像the big issue 就拿張拳 然後封面紙 這種 以前我們的知識分子 不會喜歡這種Style 可是我們現在都在看這個Style 就這個Style 一定意味著什麼 我們總要有一點方法可以分享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說 好 我就說我們來做Study 你來看看怎麼彈的自己 另外我就 我就出國 我跟我來的照片 就寫出來 然後就這樣 可是我也不會說 那跟我沒有關係 那當然就有一些 想 還是你這樣比較喜歡看什麼Style 你說把布包也趕進去 這樣應該不錯吧 你這樣不用寫那麼多字 就是鬆鬆的 然後放一個人 然後一板大概就控32 一個板再充這個 你真的比較喜歡這種Style嗎 不是問正確嗎 我跟你們有帶多 我自己是動看的 就是 因為我想要知道現在的讀者 我想要知道什麼 可是我自己什麼都看 就是我可能會 big issue 我之前 剛發的時候前幾集有看過 可是我覺得那時候 感覺剛幾部其實做得不好 讓可能歌幾集有時候去摩斯 什麼東西 然後他那邊有 讓我會再看一下 看他 因為我感覺他其實 應該編制很多人 應該是編輯為主 都應該要搞的 對 就會看 然後也會跟我爸 他可能也會看一些 關心兩岸三骨 他會想知道 大陸或是香港的那種 還是我可以看 就是 我想要知道 什麼東西 你爸有看養光特務 我知道他最近要出紙回 可是 他原本好像會說 這個禮拜 或是上禮拜 就是他要上通路 要上架 可是我今天還是沒有通路 你們知道飛機型的故事嗎 我就是在英國一開始 有 他剛在台灣發的時候 那個網路上中去 對啊 然後為什麼現在你們 開始可以接受 我意思說 他在英國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他在很多地方 都有飛機型 但是沒有 他在巴黎有 他們的操作魔術已經不一樣了 你為什麼可以接受這種刊物 到台灣電影 很奇怪是不是 你不會因為這種 反對他嗎 我覺得 很多國外經驗 一直到台灣都會變得很進行 所以我並 就是 就像即便我購買 然後做運動號 我也沒有說 就是報名 純粹也是 我們如果看一個作品 我不是在批評 我說 那我們看一個東西 或產品 不管是藝術品的 報名 你可以不用把他的生產關係 你只要看到什麼 你選擇購買一次 所以 所以 你不算是會 表示我們支持的B1球 這樣操縱 在英國一開始 英國非常多 他們其實本來就是 主持人跟社會福利系統發展 所以在英國的B1球 我們曾在英國拿B1球的時候 他有非常多篇幅是在討論 他就是有名的 油民問題 然後有油民政策總策 然後有最低工資 服務問題 然後他來給油民派 是 油民賣多少錢 就是他的 就是他不用回交給B1球 因為他就是 他跟社會福利部門一起合辦 那個B1球 然後討論很多油民問題 然後讓油民去 去地鐵上賣 然後你給油民多少錢 就是他的 他不需要經過受訓 他還不需要講一句 鐵白話 他還不需要帶B1球 他就是油民 他為什麼要穿自己賣的問題 那 然後巴黎有另外一套 日本那一套 那來台灣 我是覺得很奇怪 他們跟油民合作 我覺得很棒 可是 就像我訓練油民 跟挑選油民 那我覺得很奇怪 然後一直到我看他們 看我的內容 現在有點爆炸 就是 讓我們只要用B1球 你可以叫什麼 黃蕭勇的第三輪 之類的 隨便用一個名字 就行 那如果你用B1球 你應該符合那個種子 因為種子不是 只是讓油民去幫忙賣爆 如果那個就是 另類的題 你知道嗎 所以你本來關心的題目 就是跟社會的福利體 是有關係的 而且油民最棒的是 賣出去沒有關係 反正他不用繳回去 對不對 所以他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有很多體驗 反正他非常實用 他可以做賺錢的工具 他也可以晚上睡覺 睡在那裡 其實 可是 可是我就說 我們怎麼可以那麼輕易的 接受這種做法 然後大家 好像一開始覺得有點反對 就 人家就忘了 可是最對話說很關鍵 如果你要用B1球這個名字 那 你起碼要去弄一下 他們那時候 那邊原本的生產環境 就沒事了 我不是來台灣就全部被改變了 像這種事情 我覺得非常多 OK 我不知道我的問題 可能我的老子 我看到我這個 會非常神奇 你用任何名字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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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 所以你們 我可以當個影片 手機就是 如果你們真的覺得 像練習達成那種 Light 那你說我們4-2試試看 如果我們做得不太好 我們可以做成 13-Light 髒髒的 你們沒有辦法做得很clean的 那種Light 可是應該可以做吧 如果你們真的 真的覺得那樣可以 你自己 你可以感動一下 我自己高中的時候 看過報 請坐